好啦 鎖定杭州亞運 鎖定中天新聞 雖然今天閉幕是最後一場了 現在看到我穿這件衣服 先感謝美金融贊助這套Chinese Taipei的運動服 跟中華隊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這是我最後一次穿了 不過這一個過程真的是非常感動 而這次的亞運大贏家是誰呢 我跟你講真的有夠厲害 二三四名加起來都不敵第一名的獎牌輸 我們先來看到2023的杭州亞運的各國獎牌排行榜 那麼目前來看到第一名就是地主對中國大陸了 金牌有201面 銀牌111面 銅牌71面 總計383面 到了第二名呢 整個往下掉 日本拿下了金牌52面 銀牌67 銅牌69 總計是188 再看到第三名的韓國金牌42 銀牌59 銀牌89 那總計是190 那是以比金牌數來算啦 那第四名是印度 第五名是烏茲別克 第六名是我們的中華台北 中華隊金牌19面 那我們銀牌20面 銅牌28面 總計拿下67面 我們來回顧一下 上一屆的2018亞洲運動會呢 中華隊是排名第七的 金牌數也是17 銀牌19 銅牌31 總計都是67沒有錯 但是金牌數跟總名次 中華隊是進步了 而且我們中華隊是越來越強的 不斷的往上提升 非常開心 那來跟大家講講看 這一次的中華隊有拿下哪些呢 跟快速點名一下 2013的杭州亞運 中華隊的獎牌像金牌 像我們的這一次 今天 古小雙空手道 女子50公斤級就打下了 還有林玉婷的拳擊啦 連林針啊 還有我們的男神楊勇偉柔道的 60公斤級都是金牌 大家很熟知的 再來銀牌呢 像是王冠宏差一點點 人家說啊 第二名是所有的獎牌數裡面 痛苦指數最高的 因為銀牌是差一點你就拿金牌了 像王冠宏的游泳男子200公尺碟士 也是拿下銀牌 空手道女子55公斤級的 姑翠萍 還有我們跆拳道男子個人品勢的馬雲中 還有我們的男子棒球真的很可惜 很想贏韓國 但是這一次表現真的很棒了 林安可跟林子偉 大家都熟知 拿下了銀牌戰 那麼銅牌呢 像是我們的李洋跟王麒麟 羽球的男子雙打啦 還有男子桌球 林雲如 莊之淵等等的 都是拿下了這個銅牌戰 黃劍 洪劍瑤 男子個人的高爾夫球 還有陳英雅跆拳道的個人品勢 都是銅牌戰 那麼這次比賽呢 不論是什麼樣的牌 對於中華隊而言都是非常厲害了 我們真的要給他鼓鼓掌了 好不好 那中華隊控手道女子項目50公斤級的好手 谷小雙呢 在今天的杭州亞運閉幕日當天壓軸出場 頂過所有的運動賽事 她是最後一個出場的壓力真的很大 這位布農族女將啊 一路過關斬將 挺進了金牌戰 那麼在谷小雙的對手是來自哈薩克的 然格貝爾拜 兩人一路糾纏喔 谷小雙是到了中場最後五秒 到了最後五秒都已經要準備結束了 成功擊中對手才把比數打成5比5平手 最終是由裁判來判定誰的得分誰的積極度誰的得點比較多 由裁判來判定拿下谷小雙的金牌 那頒獎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對手呢 還是不停地哭喔 他認為自己輸掉這個金牌戰 他也許心裡是這樣想啦 如果最後五秒他hold住 可能銀牌金牌的位置就換了 但是難以釋懷 但沒有辦法 比賽就是這樣子如此多變 谷小雙在亞運結束的當天 讓中華隊再添一金 這也是本屆中華隊第十九金 除了平了隊史的最佳紀錄 本屆的最後一金 也是由谷小雙畫下句點的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三隔九年再戰亞運的中華隊的女將還有誰呢? 剛剛拿下銀牌的菇翠萍 杭州亞運打進了金牌戰 在七號的時候呢 最終雖然敗給了烏茲別克的女將 拉希莫瓦奪下了銀牌 但他表示十分享受重回亞運賽場的這個感覺 也細節歷經了低潮卻沒有放棄了自己 因為2014年是比較年輕 所以就 呃就是要打什麼就打什麼 然後 然後經過阿基里時間斷掉的時候 重複 就是 這過程是真的蠻 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真的需要 後面就是需要大家的 陪伴 就是教練們的陪伴 我才能這樣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對 所以 拿到正面獎牌 那麼有一些的選手提早比完賽就先回去了 有誰 亞運男子全級 其實一公斤級 銀牌選手 甘家威 那麼在今天凌晨呢 光榮的返回國門啊 南投新一鄉的親友們 早早就到桃園機場去接機了 歡迎這位布農英雄 甘家威看到了爸爸跟家人還有族人 真的是馬上就流下眼淚了 大批的親友穿著布農族的傳統服飾 在機場大跳布農族的傳統舞蹈 歡迎亞運的銀牌英雄甘家威 擁抱著家人感動的爆頭痛哭 在杭州亞運的全級項目呢 台灣好手甘家威 擊敗了土庫曼選手打進了金牌站 但是真的很可惜 在賽前官方認定 他過棒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醫師檢查的過程中 發現他的左眼 他的瘀青過大 沒有消腫 這樣是有 不對於比賽而言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這在體檢的方面 他是沒有過的 也因此他連金牌站都沒辦法打 就被判定為銀牌 那甘家威希望沒有關係 雖然我這次拿下銀牌 但我也拿下了什麼 巴黎奧運的門票 繼續拼 希望可以奪下奧運的奪牌 那麼也非常感謝大家 鎖定杭州亞運的期間 鎖定我們中天新聞 我們下次見 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慫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Boot feel good